我知道很多人在看FL5啊 但是FL542万到处都加价 好像太遥远了一点了 是我更推荐大家看这台思域的两项版本 SPORT TURBO的一个版本 那么这台车呢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它比三项的思域要好看很多 包括这里 这也是改了一个风波状的隔山 我觉得好像是更加SPORTTY的是吧 然后它的车尾呢 也是变成了两项短车尾的那种 这种台车看起来呢 就很运动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台车是OK的 然后我还发现啊 其实这里面呢 它的凳子好像也有变化 我坐进来以后呢 感觉我的屁股呢是更加包裹的 我觉得比三项新格那个要更加 更加SPORTTY一点 更加运动一点 这可能是两项车的好处吧 就是思域想把这台车做得更加运动一点 我觉得这台车是OK的 尾部啊 跟三项思域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尾部了 然后后雨滑放在这里好像就感觉有点奇怪了 是吧 然后也没有尾翼了啊 然后这台车呢也没有电尾门了 但是说实话它里面后备商的空间呢 我觉得还是够用的 当然如果你想要更加激进的话呢 看到台吧 刚刚也进去做了一下 离合呢比普通的型格6MT要更加硬一点点 但是吸入感呢 我反而觉得没有型格三项6MT那么好了 然后座椅呢也是包裹的啊 当然激烈驾驶的时候呢 也能紧紧的包裹住你的屁股 但说实话呢 我觉得现在的Type R呢 已经不是以前那种烂载车的感觉了 现在的它更多像是一台大马力的买菜车 好 �su森 你来不看 你来不看 你 Miller 你好